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相关故事基本上是以这样的方式出现的 那里面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德桑迪斯 德桑迪斯 所有媒体都报了德桑迪斯的声明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我们用的是这个福克斯新网的 我们在跟大家分享德桑迪斯的声明之后 之前呢我先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其他人的反应 拜登保持沉默没有讲话 那些川普的这个死对头的民主党人呢 表示支持理解 那共和党人呢完全表示绝不后退 这个绝不后退 那这个这个这个 这是最这是美国司法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所以包括佩顿 科顿 包括克鲁兹 那而川普提到的说呢 这个他将适乐其反 那作为同为同样竞选者 那作为蓬佩奥 啊 彭斯和另外一个年轻的一个印度人 啊都明确表示对对川普的支持跟赞同 所以这就这里面大家也知道 当这样这种事情发生之后 共和党的其他的川普的竞争对手已经发生了 其他竞争对手都应该退避三舍 就就说他会退选的 他已经不应该再选举了 那就像德桑迪斯的概念一样 因为这是一个最后的道德底线的问题 所以这一份道德底线呢 不是川普对他如何 而完全是一种大的氛围 你不是要让美国再伟大吗 在让美国再伟大这种大的氛围的背景之下 推动的事情完全的极端化 那川普的儿子呢 也直接发表声明的说法 那里面讲出了索罗斯的家人 帮助了这个布拉格推到他今天的官位上 所以这些都是用钱来的 那下面几乎谈到都是这些 几乎谈到这些是故事 谈到都是跟川普有关的 那我们这就大家跟大家介绍这个背景 我们跟大家突出的就是这个 德桑迪斯的说法 德桑迪斯的说法声明来的很快 应该是这个 这个 德桑迪斯的反应是非常快的 所以我跟大家解释过 他的政治敏感性 他的从经验来讲 从这个政客的经验来讲 相当到位的 德桑迪斯第一时间宣布 将拒绝任何引渡请求 他不接受这个case的本身 他不会配合 纽纽约方面对川普的任何引渡 所以这是他能够做到的 而在此之前曾经被问到过这个问题 在这个案子没有最终确定之前 问过这个问题 当时德桑迪斯是直接抨击了布拉格 直接抨击了布拉格 直接抨击了索罗斯 而对这个case的本身 他以开玩笑的方式说 这个东西我没听说过 因为案子本身没有成立过 那网上怎么说的 一直网上这么说法 那川普的一些支持者 对德桑迪斯的说法不是很赞同 但是这一次正式公布之后 德桑迪斯就在晚上七点钟 第一时间明确说 这是非美国性的 美国人不这么干 他拒绝协助曼哈顿地区检察官 在他所谓的可疑的情况下 提出的任何引渡请求 那直接抨击了 这是法律制度的武器化 完全是一种政治迫害的说法 所以这基本就是到位了 那德桑迪斯这个到位的说法 在我眼睛里同样基本上封堵了 也就是说他将不得不放弃 他尚未公布的对美国总统竞选的这样 这样的故事 因为这是一个道德底线的问题 川普成为了一个完全国家敌人的被迫害者 而他作为前总统和总统竞选者 会促使竞选选选手 在道德底线的问题上 要必须让步于他 所以人们只能留下另外一个位置 就是谁去选择 就川普选择 选择谁去做他的副手 所以只能留下这么一个问题 其他都不是问题 那里面就提到这份指控 然后德桑迪斯是在推特上说的 为了推进政治议程 将法律制度武器化 扭转了 就是修改 完全侮辱了修改了法治的本身 这不是美国的 这不是美国的 然后再次指控 是索罗斯支持的 倾向于降低重罪等做法 把刑事不当行为作为借口 结果却就是一方面 把应该的罪犯完全释放了 而另一方面 却把法律过分的宣扰 就是到处都以法律的角度去宣扰 来迫害政治敌手 索罗斯支持了曼哈顿的检察官 政治议题存在问题 佛罗里达州绝不协助引渡请求 那原因就是 那他现在川普居住在海湖庄园 那这就我们并不清楚最终的结果 就是川普会怎么样 按照福克斯的说法 那川普会 川普会这个 怎么讲 会自首的 按照福克斯是这么说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川普的本身的自己的留言了 我刚才看了一些 因为他大多都是专载了 专载了其他人讲的 一个小时之前 腐败民主检察官 来自管理不善的最差的这个城市 不会选择共和党人提名 或任下 就是下任总统 这就是 这是他 发表的一种说法了 因为川普就目前来讲 很多话也很难说 因为他已经面临被起诉了 因为他在表达太多的话呢 就会被用在法庭上 他们只会对我提出 虚假的腐败的 可耻的指控 因为我跟美国人民在一起 我无法在纽约获得公平的审判 这是刚刚说的 九点钟说的 因为现在这个时间已经十一点了 我们跟大家分享 这节目时间十一点了 然后他转推了这个 凯瑞雷 凯瑞雷就是 凯瑞雷用的是 亚利桑那州的州长 因为他对他的竞选呢 失败的绝不接受 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 激进的左派武器化的司法体系 摧毁了这所有法律跟道德界限 试图摧毁第四处 第47任美国总统 这只会让他更加强大 史蒂夫 叫斯卡利斯 纽约的做法的虚假疾控 是极端的民主党人 武器化的例子 令人愤慨 众议员Paul 这是整个这个国家 杀害 就是杀害美国政府 最惧怕 今天美国政府最惧怕的 川普总统 这是讲述的 还是他的 来自于第三世界的 政治的做法 我们跟川普站在一起 这是川普 应该是川普的声明 然后他就 卷在了内尔斯 曼哈顿检察官刚刚起诉了川普 真正的美国人都知道 那是虚假 罗尼杰克逊 这是那个医生 德州的 令人憎恨的深层政府 希望这个国家完全被毁掉 他不仅起诉了川普 还去攻击他的每一个支持者 我们不会退缩 会支持川普 所以这样的说法就很悲剧 我只能跟大家说很悲剧 这是美国的真实的一份故事 这是另外一个 丹尼尔凯曼伦的声明 所以他基本上是转载了 这样的内容 我跟大家分享 基本上这样的故事 川普自己比较 就是比较 比原来很成熟 他不会轻易讲话 但是我跟大家 我们刚才判断说 共和党内部 所有与川普竞选的人 都应该是退选了 所以川普将成为 美国共和党人 唯一的总统竞选者